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服务领导才能或者这个工作经验 课外活动 那这些其他的项目的话只是水涨船高 但是它的本质不变 GPA它是一直在逐年还在增加当中 需要去进UC Berkeley的话 都到了GPA要4.4这么高的成绩 才能说进到UC Berkeley 但是今年2016年UC加大 最大的改变是在他的College Personal Essay上面 就是个人自转 学生在过去这十年 十多年当中 都非常习惯于写UC的自转 因为每一年写的都一样 所以你今年是九年级 等到你读到十二年级 你写的题目没有改变 还是同样一个题目 所以你其实很早就可以进入这个思路去准备 可是今年的UC做出重大调整 它把原来是两个prompt 两个题目 合起来字是写一千个字的这个essay 它现在一口气开始给你八个题目 让你去写 八个题目呢 每一个题目最多是写350个字 它只要你选从八个里面选四个出来 那这就是UC最大的改变 它变得更变通 更灵活 更能够符合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表达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说它的写的题目是限制 限制你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 封闭的空间 那你说我的才华可能是在这个box之外 那你不能去写 可是它现在一口气给了你八个主题 你可以去想 那学生就可以灵活运用了 你就开始觉得你的强项是什么 你对这个很有感受 有想法 有见解的 我们就针对你这四个题目 写得很好 把你的自传完成 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记得我考试的时候 是考sad 考essay的时候 就像您刚才讲的 其实光那两个也准备的不少了 那现在又八个题目 会不会又说要准备东西比较多呢 应该是的 就八个题目 你就代表八个思考的方向 那这八个题目会造成的 就像说它的可能是有 叫你谈你的创造力 领导力 或者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的特殊才能 你克服困难 你学术上的成就 你最喜欢的课目 还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让你觉得你跟别人不相同 就是你是 outstanding or different from others 那这些题目的话就代表八个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想法 那我也鼓励学生 就等于是你九年级一进来 一升到九年级 你就开始对UC的申请论文的题目 开始去思考这个题目的内容 就是说如果他叫你谈你最喜欢的课目 那你总会有一个或两个课目 你可以去谈论他的 如果说要谈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申请大学之间 你有解决过什么值得去一提的 蛮自豪的解决大事情 大问题的 你也可以把它写进去 他给你一个选择性 我发现我看了看这些题目 我发现现在这些出题的 这些门卡的这些人 老师 他也非常的愿意去更加了解 他出的一些题 你可以看得出 is getting really personal 就是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 最多就问你的最喜欢的课目是什么 你暑假词的一个课外的活动是什么 那么现在就出了一些问题 像你觉得你认为你自己最强大的 一个personal skill是什么 一个才能是什么 还有就是 这个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在你人生当中 遇到最强大的一个 最有challenge的一个过程是什么 就是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去了解学生的一个途径 然后学生也会 然后他就说 这么大的挑战 对你来说 对你在这个学业上 有些什么样的造成什么影响 他这个其实是非常有 花心思去设定这些题目的 其实你讲得很对 其实现在在整个UC加大 或者全美国整个大学系统 在招收学生的时候 他越来越personalize 他越来越个人化 更个性化 也人性化的去处理 这个整个申请大学这件事情 所以当这个学生在说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present我自己给大学 那大学都要知道你过去他们谈的题目 大部分的时候你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学校 你克服过什么样的困难 人生中哪些东西值得去你是自豪或者有感触的 大部分UC的题目是属于这个框架里面 现在的话他的方向变多元 他是talk about you yourself 你自己经历的事情 你的想象力创造力 你的领导力 你最喜欢的科目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然后也有时候说你能够说有特殊的才华 克服困难 你可以谈论的都是你自己 就等于是UC加大系统 他现在要的 他不是在一个平面的在纸上面 就是说考试的成绩 你拿过几个AP课 SAD考到多少分 那或者GPA拿到4.2 4.3 他已经不再只相信这些就满足他们了 那UC加大还是很强调 学术成绩依旧是他的根本 还是非常重要 只是说他不要你死读书 不要你说今天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这件事情上 而忽略到说在你人格心灵个性的成长上面 他要看到这个成长的轨迹 成长的过程 什么样是形成你今天这样子的态度 想法 或者你是不是具备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会不会有社会的适应力 那这些等于UC加大 他们跟其他的大学 他们都会focus在学生是不是ready了 他说叫college ready 就是说你已经预备好了 准备好了 要去读大学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参考 你的是不是get ready for college 其实不光只是看你的这个学业成绩 还要看你的这个通过这些问题 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很关心你的这个成长那个经历 个人成长那个经历 就像您以前讲的就是发挥您的这个个人才能 个人魅力的方面是不是这样 是的 他是非常强调就是说你个人的才华 你必须在你的自传里面能够点拨出来 就让人家能够看到说说我有一些地方是真的跟别的学生 或跟别的申请者是不同的 在过去的话说他们才华部分它是一个隐性的 就是说你有些才华很好 你没有也没有关系 因为大部分他们讲说说学业成绩就在了录取的绝大多数 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学业 那学业成绩过了UC就收你了 可是UC这么多年来一直收到长春藤的大学 或者东岸的这些名校 他们的申请大学的招生审核的标准的影响 所以UC大学也跟着在做改变 你现在从现在刚刚讲这些prompt的内容 它比较像是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在收学生的要件 或者一些项目 以往的UC其实是不太谈这个个人化的东西 因为它是10万人11万人在申请的时候 它尽量化繁为简 它用最简单的方式GPA到了 SAT分数到了 这个有了 好我就收你了 其他软性的东西 变化性的东西 他不太去琢磨去看 现在UC学校觉得说 我收进来学生可能是很多的nerd 只是会考试会念书 可是在这个毕业以后的竞争力不够 它不够优秀 所以UC大学也跟着私立大学同步 他就开始在这个学生找他的软实力 找他的人格特质 找他的特殊才艺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或领导力创造力 UC大学也走入这个板块了 所以他不再只是看你的这些 其实因为以前 我记得您讲这个长春藤那一边的 这个系统就是一直是很关注学生 整个人的 因为很多像这种长春藤像哈佛 像这个这些 Ivy Lee的学校 基本上都是培养像领导人 像欧巴马这样的领导人 所以他非常看重全方位的发展 你的个人的经历 把你的最亮点的 最有魅力的地方发挥出来 反而UC一开始是不太看重这个的 他是看重说就像你刚才讲 因为太多人去申请 结果发现考试的人很多 成绩好的人也很多 结果其实做出来的效果只是 他们只是说白了就是比较会读书会考试而已 你知道UC他们在在收学生的时候 他们也遇到一个困扰 就是当这学生是真的非常优秀的时候 UC也没有办法真正留住这些学生 就像说你进了UCLA 进了Berkeley 可是MIT跟Stanford跟Harvard 收你的时候 你通常都还会往更高的学校去走 对吗 所以像在这个情况之下 UC也希望他们能够设计出一种课程 或他招生的方式 能够把这学生的自趣 自愿跟兴趣 这个地方找出来 配合他们学校的发展 他的课程 能够把这些人才 就是优质的学生 留在UC的系统里面 那美国进大学是最顶尖的 就像你刚才讲 Top 10 Top 20 大部分都长春藤的 或者这个最美国顶尖学校 UC的Berkeley大学 今年最高是排到全美国第20名 过去都超过20名以外 然后这个大部分的UC学校 都排在这个全美国前100名之内 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呢 真正最优秀的前20名的学校 前19名还是实力大学 所以UC很希望 就是说透过他的这个招生的方式 能够网罗到这个学生 他是可以去Stanford 或者他可以去MIT 但他现在愿意选择在 UC Berkeley UC San Diego 拿他的这个Food Scholarship 或者变成Honored Students guarantee他是有最好的 入学跟念书的环境跟条件 当然学费可能全都免了 他的资助 他的这个优先选课 优先可以把课程念完 或者毕业 再让他有机会到海外去念书 或者参加很多的research研究 这样子UC在他整体的学术表现上 他就在爬 就从20名再往前挤 就挤到更前面 其实这个东西只是讲说 在美国的排名 UC是UC Berkeley排第20名 可是如果你发现到 全世界的排名 UC Berkeley 还有很多UC学校都排到前10名之内了 他们排法是不同的 是的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告诉您更多 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天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各位请的 是我的老朋友 郭培军 郭主任 做客我们节目 郭主任欢迎回来 你看我们刚才台到 这个UC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所以现在不但只是上我们那一首考试 写个1000字就可以了 现在要选8个topic里面 要选4个topic 尤其是这四个topic是比较focus on 在你这个个人的这个魅力 个人这个经验上面的发展 成长的经验上面 其实不单只是UC上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全美的大学录取方面 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动 其实说老实话 我从我上大学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变动了很多 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 都有focus on它这个变动上面 现在有一个新的变动 就是叫做CAAS 什么叫做 I guess you can call it CAS 什么叫CAS 它的英文原文是 Collision for Access, 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 它是一种大学 私立大学它做出来一个新的大学联盟 它用这个新的录取审核的方式 来取代在过去他们说 可能是偏重于就是看SAT 成绩看GPA 看你在学校里选课 然后就是以这些学术 作为一个底蕴 那再加上推荐性课外活动 或者一些社区服务 所谓现在新的CAS的话 这个CAS这样子的一个录取方式 最早是由哈佛大学 理教育学院他们提倡出来 他邀请了80多个 到后来有90个学校参加了 这些学校全部背书 支持这样子一个录取学生的方式 那后来很快又得到 美国大概600多所大学 全部都愿意加入 你们在申请大学在之前的学生 都知道有个叫 Common Application 叫共同申请表格 你填一份资料 就会申请很多的这个学校 那当时有500多个学校 使用这种共同申请表格 现在这个CAS这个申请大学的模式 已经有600多个学校 都已经愿意采用了 那就等于是在申请大学 尤其申请私立大学来讲 做了一个很大的革命 那以前的你相信的那些审核的标准 现在重新就要重新定位了 因为以往讲说 SAT考2300 GPA 4.5 其他都不重要了 你一定肯定要进到很多学校了 现在说你考一个分数是不错 他也肯定你的GPA跟SAT很好 可是他说 我现在要看看你的人品 你的人品我要看 那人品是什么 这是一个不是分数 它不是一个measurable 是一个可以马上衡量的东西 但是是个很大的范围 对 人品很大 人品要看 道德要看 你对社区的服务要看 你对人性的关怀要看 你的contribution to your family to你的society 就是从社区到家庭到社会 他要看到你有真正的贡献 那很多人讲说 那我还没毕业有什么贡献 我还没有找工作 还没有 可是大学现在讲的是 身为一个高中生 你对这个社会要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 那你对你家庭要承担的责任 那这个大学整个CCAS这个的录取系统来讲 他已经开始去 discourage 就是说你不用再去拿12个14个这样子这么多的AP课 然后搞到你完全没有时间去关心周围的人 这样子你听得懂他们的用意 就是说他不要你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只是放在学习上 他要你就说你懂得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社会付出关心 所以他除了说成绩他要看之外 他还要看你的社区服务 是不是你的工作经验 你的课外活动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大学都等于是会去看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大学里面在要的东西 在你高中里面就必须具备 然后大学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职场要的 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 职场要的人格特质能力 他从大学里去找 大学本来是应该在大学里培养出这些人格特质的 其实大学直接告诉你高中生 你在高中进大学之前 你就要把这些人格特质 把这些条件要培养好 我再收你 就是大家就把这个起跑线一直往前移 从职场的移到大学 大学移到高中 高中可能还要往下移 移到这个初中或者叫家庭教育 Family Education 那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亚裔学生过去习惯于就是说 我是对 新移民 ABC都没关系 反正我们家逼得很紧 又到处去补习 所以成绩都不错 成绩拿出来都是很亮丽的成绩单 可是如果把成绩放一旁 我们跟你谈谈你这个人有没有去 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色不受人喜欢 对这个社会有关怀 而且真正有爱心 那人格人品都蛮高尚的 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打一个问号了 很多会念书的学生 他的人品道格未必跟他成绩一定成正比 大学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所以大学等于是也是在找出说 透过这个CAS的这种的申请大学的方式 他要把这个申请大学这个比重重新做一个调整 他就说这些人念书到大学毕业出去是要做事 因为这个问题也可以回溯到说 Common Core 我们前面讲的共同核心课程 为什么会有Common Core的这种改变 为什么强调Common Core用意义就是说 学生不是学一个死知识靠记忆 他是能够讲 能够说 能够演译 要表演 然后能够关心别人 所以这个东西变得越读写作 他越来越重视 他不再偏重于记忆 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有一个国内来的学生 来了美国念书念完了硕士 他去考一个architect的建筑师 执照的考试 以他这国内的思维 他就花了很多时间 把说要考试里面做建筑物理数学要用的公式 他全部花了好多时间 花了几十个小时把这些公式定理 全部再复习全部背起来 怕一旦考试用到公式的时候 他不会 结果他发觉一考这个建筑师执照考试 一发去考卷发下来 那些公式全部都印在上面了 就现成的给你去直接去套用 他要考的是你的思维 是逻辑 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考你要把这些记忆公式记起来 使用背的不行 你现在这样子就明白了 为什么亚洲的教育就是说 你非要死记这些东西 你会不会用他反而不考你 美国考的是要考你会使用这些公式 来解决设计上建筑上的问题 而不是考说你公式记得了没有 所以在这个思维放在CAS这个申请大学里面来看 他们就详调说学生知识学到是活用的 而且是用在人 人际关系用在社会之上 那你的记忆考试这些东西 如果不能帮助你自己成功 帮助你的社区社会成功 这些知识记忆 其实对大学来讲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的 是 它不单只是看你 就是光考试考SAT ACD成绩 已经不再是一个标准 不能说不再是个标准 不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对 所以包括刚才您讲到 避免选太多的压力比较大的AP的课程 而且你没有时间去关心身边的事务 身边的家人 身边的朋友 它更看的是你的学生的 比如说你的热情 你的感恩的心 或者你乐观的一个心态 Self-control 其实我看到最多 Self-control 我很多身边一些同事的朋友的孩子 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不太懂得去抗压 当不懂得抗压的时候 就是会 lose self-control 就好像很难去一下子发泄出来 就好像家长会觉得 为什么我孩子会变成这样 就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这样 您觉得怎么看待这个 我觉得你的问题问得很贴切 现在的确在这个年轻的学生 这一代里面 他们大多数学生 都是活在一个压力的环境里面 这压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 学业的压力 人际关系压力 健康的压力 还有这个就将来社会进去工作 进大学找工作 都是压力 而这些学生 他们自己因为不能抗压 这个叫做 adversity intelligence 就叫做抗压 就逆境商术 一般现在学生 大部分都没养培养出来 所以现在在整个抗压性 这个情况之下 学生就会因为要逃避这个压力 所以他就失去 刚刚你讲的 lose他的self-control 他可能反而会因为有压力 他更沉迷在这个电玩 网络 或者他的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然后跟很多朋友去磨掉 更多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 他就说我有压力 我要跟朋友见面 maybe跑到一个地方去喝个饮料 大家在那边玩玩手机 玩玩game 或者再交换一下 social media的资讯 他没有想到说 今天这些时间 其实你都可以拿来成就你自己 进步你自己 但是因为不能做一个自我管理 自我的情绪管理 时间管理 而他就讲说 因为我有压力 我失去了控制 一旦失控的学生 其实什么都做不好 情绪不好 性格不稳定 念书肯定不好 校园的人际关系 跟老师的关系 也会出现一些差距 这个差距将来在进大学的时候 发觉你跟老师的关系不好 你要叫老师帮你去写一个好的推荐信 你发觉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因为老师根本不知道你有什么优点 而且时间久了还会变成antisocial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人交流了 我失去这个curiosity 这个好奇心 这个热情的心态 我根本不想跟社会有任何的 就是完全脱轨 这种脱节 对 所以在大学 他们很清楚 就大学过去 这个美国大学也都做了三百多年了 哈佛大学比美国的历史还早 大学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他们都会从他们的经验累积 他知道具备什么样人格特质的学生 可以顺利从这个学校念完书毕业 而且将来很有成就 每个私立大学 顶尖大学 他们都在抢什么 抢未来的future leaders 未来的领袖 这也是哈佛大学校长自己讲出来说 哈佛在找什么样的学生 他找说future leaders 未来的领袖 耶鲁大学他有讲过 他说他们找什么样的学生 他也在找这个说 懂得关怀别人 懂得感恩的学生 那哈佛也讲过说 我们在找good heart 就是好心肠的学生 你看他们都没有一个学校校长讲说 我要找sat要满分的学生 我要高中要第一名毕业的 他们知道这些人格特质 经过哈佛耶鲁 或者是MIT Princeton的淬炼之后 将来在社会上就是一个栋梁 就是一个人才 这个人可以对他自己负责任 他对他的社会 甚至国家也负责任 所以大学他们一直等于是 就在从高中里面 他们等于拿很多的CT scan X光扫描 超音波扫描 在扫描你的人格特质 只是你不知道他扫描的机器 就是这些他问出来的问题 这些prompt要紧回答的问题 要从你的课外活动 从你的社区服务 从你的推荐性自转里面 拼出你的人格特质的板块 没错 如果你人格特质是 真的是很亮丽的话 哪怕你就算是sat分数 稍微差一点的时候 大学会收你 他们这样子也是在平衡 就是说大学里 收了很多亚裔的学生 亚裔学生拿了很高分 高成绩进来学校以后 就开始变成很安静的一组 不讲话 也不太积极的参与学校 或校外的很多活动 只是要努力把精力发在 维持自己一张 很好看的成绩单 那这样子的个性 其实带到职场以后 那也只是做个engineer 你不会做到管理阶层 你也不会跑到当leaders 大学也知道 所以他们在调整 就是说进大学之前 他把你人格的热度 你的passion 热情 他要看到 你的方向目标 他要看到 你能够为自己做什么 为国家或社会做什么 这个理想他要先看到 他说你不能只是说 我很会念书 所以我要来读顶尖学校 那这个已经在席卷了 整个美国已经600多个 重要的学校 都已经接受这个方式了 所以你刚刚讲 这个cast这个方式 的确对学生来讲 是你需要知道 美国大学在找什么样的学生 你才可以从 六七八九年级 开始去准备了 你到11年级准备 事实上是来不及的 你只能把你的sat 把所有东西 有的东西整理 打包一下 就开始交给学校了 可是对11年级之前的学生 你绝对还有机会 做一些调整的 是的 好的 非常感谢郭主任 今天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